1 2 3 日本 董姨 Penta先生 看吧 我们现在人在马来西亚的白货公司里面 找到一个很好奇的店 就是 过来马来西亚的料理也超级好吃 但是我们已经在马来西亚过大概五天了 那这日本的料理 不用担心 因为在马来西亚也有这个 寿司店的话 应该可以吃那个日本 当地的味道吧 真的当地的味道吗 Sushi King Sushi 它不是King 嗯 对 这个在日本的话 完全没有这个Sushi King 那今天的计划是 在马来西亚的Sushi King 去煎煎的日本寿司的味道吗 是 是 叫Mai Mai 是 Mai Mai 我们来看马来西亚的影片 谢谢马来西亚的视频 我们来到里面了 现在看这个菜单 秀斯的中类蛮多的感觉 然后看后面 对 这个感觉 跟日本很像 这个感觉跟日本很像 它有像 咖啡 为了保护新鲜度 那我们联餐看看吧 超喜欢的鲑鱼 好到了 我们刚刚拿六个秀斯 等一下 这个是酱油 另一个是什么 鲑鱼上面有的甜的 鲑鱼上面有的甜的 鲑鱼上面 鲑鱼是对吗 对 日本的话会讲甜的酱油 没有芥末吗 真的耶 真的不用担心 它会来 就是这个 真的耶 那吃看看 先想吃什么 我们对鲑鱼超级严格 看起来这个厚度的话 还可以 这个会讲寿司的价钱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跟日本的茶 没有很多的感觉 但是莫名其妙有甜的味道 应该米饭有点甜的 有点像维林的味道 吃起来这个甜的甜的味道 有点薄的感觉 好像比完全一样的 我们虽然用普通的酱油 但是这个也是比较偏甜的味道 日本的话很咸很咸 那第二种 像是这个 超大的炸虾酢 所以下面有梅奶酱 但是这个梅奶酱的味道 应该有差别 喜欢啊 这个里面虾子其实很大 然后口感也是很脆 还有这个梅奶酱 应该是日本的吧 不是台湾的那个店 对我来说 这个很好耶 超棒的 你真的喜欢梅奶酱吗 超喜欢 这个在日本的好像没有的感觉 但是特殊的 日本也有耶 比较差的 但是不是这样的 目前吃两个的感觉 还不错 但是这个应该很有差别吧 这个的话 豆皮的部分 一定要有甜甜的味道 然后腰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汁的感觉 可以吗 味道一模一样 超好吃的 怎么可能在日本吃的 真的完全一样 啊 这个豆皮 已经吸了很多 那个甜点的酱 然后腰的瞬间 口内里面 那个甜味爆发 好小豆耶 啊 我吃这个 一扇子 嗯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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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喔 原来的菜 炸鸡蛋 上面有螃蟹 哦 自然次机的格门 超弱的 蛮有那个变代的味道 这个好吃 因为这个不是熟醋的感觉 小菜的那种 你也吃吃看吧 啊啊啊 让我一点 痛吗 还痛 很大 里面有半手掌 然后下面有番茄的美乃鸡 里面的备料很丰富 真的厉害 但是你已经两个被吃掉了 哪有很多 那么厉害 这个我很喜欢 那里有番茄的颜色的价钱 像我们刚刚吃的那个 炸的虾子的话 最贵的 7 ringgit 很贵 目前最便宜的是这个吗 黄色的 3.5 ringgit 我的昨天没那么便宜 很可怜 然后正常我发现 一个茶椅 那个茶没有 饮料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在日本的话 这边有可以提供汤 然后我们自己加茶粉 然后自己做这样 但是这里的话 在哪里有啊 自己拿的意思 应该是 那是冰冰的预产 我们来看看 可以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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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对的吗 但是他说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茶来了 这是冰冰的 但是这个杯子真的有日本的感觉 你看看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有点苦苦的味道 很像真正的 日本茶 好喝耶 还有发现什么差异吗 那个吧 点餐的方式 我们这种菜单没有 我们都是用那个 就是 按 然后点餐的那种 台湾日本人都是这样 要找演员的话 要换这个 原来的意思 经常 我们从这里拿寿司的部分的话 大概吃完 但是 南达来马来西亚 所以 用马来西亚的方式 点餐看看 果然来寿司店的话 要调查两个东西 就是味煎汤跟茶碗煎 吃寿司的时候 没有打到味煎汤 超级好吃 然后如果它们两个很好吃的话 代表 这个寿司店的品质高的感觉 然后这个吗 咪咪咪 味噌酥 和茶碗蒸 谢谢 太有马来西亚 茶碗蒸是茶碗蒸 这个是日文的念的方法 还有可以 麻油捏子 没内心也可以 还有我们看到很多菜单 就是 像这种 在日本的话 寿司店不会卖这样的 还有 弁当时 日本上外带的东西 弁当店会卖的 就是套餐 那个 冬饭 青子冬 然后 乌鸿面 沙拉 咖喱 都有 所以我的印象中 不仅是寿司店吧 日本料理 综合的那种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 可以享受日本料理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店员他们也会讲日本 那种简单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 之类的 厉害 鱼子小寿司 但是上面有起司 这个有点怪怪 这个起司有点臭臭的感觉 应该日本人的话不太喜欢 是甜的吗 是甜的 但是 它下面的起司有点 我觉得不大感觉 谢谢 茶碗蒸跟味噌汤 来了 看起来很漂亮啊 那茶碗蒸 看起来可以吃哦 吃看看 那我吃这个 原来日子 这个十分 满分的话 六分 有点可惜的部分是 我的味道 有点淡 应该这个 味道调整 马来西亚人口味的感觉 因为日本人喜欢很浓味的那种 咸咸的 这个的话味道比较淡的 黑料的话 有汤鱼有汤鞋 好吃 有味噌汤啊 这个味噌汤的味道 超好吃的 我现在真的笑到中了 我们以为 Sushi King 什么是Sushi King 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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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难吃的东西 没有 真的没有 最后的酥子 岩西酥子 有满满的岩西味道 但是不会很臭 是很新鲜的 有点不幸 我想说 这个不是比赛啊 完美的 最后一口咯 吃完了 好 结束啦 西斤 马来西亚的法庆 果然美味的酥子 厉害 酥子的种类 其实比日本小一点 但是酥子的品质的话 OK 好吃的好吃 两个人 Sushi e ring 很可以 差不多 还有来这边的客人的话 马来人也有 然后华人 很多人 享受日本的酥子的感觉 马来西亚的 也是花酥子吗 好像是 开心 全味这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的食物 在国外也超有名 真的很开心 那今天的白天的影片也结束 谢谢大家 晚上七点见 我会不会被我 空白天的 夜放 我会不会购乱 超败 旧 柠岩 5 6 6 7 7 7 8 7 9 9 11 21